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SAP SAP叫什么意思呢 叫做树叶 植物的枝叶 你看啊 他们说吸食植物的枝叶 你看一些土著人 他们靠吃什么 靠吃吸食植物的枝叶 来去维持这样一个旺盛的一个精力 这个叫做SAP SAP的SAP 吸水这个植物的枝叶 第二个意思呢 吸完之后呢 刚才说到了叫体力火力 马上就有体力了 我们在丛林当中 大家想一想 进行这种 这个这个生存大考验的时候 你没有水的时候怎么办 你就需要找一些植物的枝叶 去帮你补充能量 吸食植物的枝叶之后 第二个叫什么呢 叫做体力火力 咱们在以前学过一个词 叫做Energy 大家学过这个词吧 还有我们以前学过哪个词 叫做Vitality 来自于维他命那个词 还记得这个词根吗 Vitality TY结尾 都是表示这样的一层含义 但注意一下 这个在北美考试当中 会考到一个动词的意思 看它的什么意思 叫做削弱消耗的意思 叫做削弱或者是消耗 这个词好像有点类似于矛盾的词汇 你看看 前面说是活力体力 后面就是消耗 所以这个要刻意强调一下 一个是削弱体力 削弱体力 这两个大家放到一块 这两个大家放到一块 这是一个对立的一个词 本身自己词汇当中 你看看 是有两个意思在里面 为什么它有个削弱的意思呢 它其实来自于谁呢 是来自于sag 这个动词 其实跟它是同样 因为还是一样 刚才我说过 p和g这里面 它是发生一个字母的一个错写 一个是脸朝左 一个是脸朝右 sag本身就是动词 表示的意思是指衰退削弱的意思 程度上衰退削弱 所以它动词是跟它 这是过来的 发生形形字母的一个错写 然后把它也写成了这个意思了 叫sag 消耗和削弱 但它第一个意思叫体力活力 希望大家牢记 那么它的反译词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的反译词 那么重点还是强调一下动词 先强调一下动词 那么它的反译词呢 肯定就是跟什么有关呢 跟增强的词汇有关 比如说 我们所说的叫做faultify faultify大家看一下 这个后缀并不获称 ify动词后缀 fault它是来自于谁呢 它是来自于false这个词 它是来自于力量这个词 它是来自于力量这个词 你看 叫做实质有力量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增强 跟它这样而反译的 叫一个削弱一个增强 还有咱们说 刚年前讲那个词 叫什么来的 叫做boaster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 叫支持 一个是削弱力量 一个是支持你 龙虾在垫子上 龙虾怎么说 叫lobsterboaster 垫子支持 把这两个反译词 写在它的旁边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sap 那么第一个词 第一个意思叫做树叶 有两个派生书的形容词 需要在这里补充一下 一个叫做sepid 一个叫做insipid 把这两个词写在旁边 一个叫sepid 一个叫做insipid 放到一块我们来看一下 sepid就来自于树叶这个词 你看叫做味道好的 好滋味的 有味道的叫tasty 味道好的好滋味 咱们之前讲了一个词 叫做palatable 大家还记得不 桌上摆了一堆盘子 plate table 有印象吗 可以作为一个记忆词 sepid一边是有味道的 味道好的 insipid这个词是它的反译词 Ian画一个横线 取的是否定 就是平淡无味的 没什么味 一个是味道好 一个是平淡无味 但注意一下 这里面这个原因变了一下 变成了I 但意思没变的 sepid insipid 这个核心还是取 这个植物的书页 还是取这个意思 有味道 味道好 下面这个词 insipid叫做平淡无味的 平淡无味的 好 那么这里面 这个单词到这里不说了 结束sep 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saternalia saternalia叫狂欢喧闹 这个词我们来看一下 狂欢喧闹这个单词 相当于说好奇很多 因为这个单词 就是来自跟星期六 那个词是同源的 星期六叫saturday 因为星期六 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放假嘛 该逛节逛节 该看领 该看领 该开拍 该背单词 背单词 是吧 你想一想 这个叫做狂欢喧闹 这样一个概念 叫做saternalia 因为我要通过词 也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s这个词 如果要大写的话 s如果要大写的话 那么表示古罗马神话当中的 农神节 农神节顾名思义 是为了纪念农神的到来 农神的名字叫做satern 农神节到来的时候呢 咱们说商贩停止交易 努力暂货自由 大家该结婚结婚 该快乐快乐 该唱歌唱歌 所以说就派生出这样的一个词 叫做the day of satern 叫做什么呢 叫做农神的节日 所以说就派生出了 这样一个词 最后压缩成了一个 叫saturday 就是星期六这个单词 所以说这个单词 狂欢喧闹 那这里边咱们补充几个 表示狂欢喧闹的词 作为记忆词 我们生活当中比较接近的就是谁 那就是他 叫做carnival 这是利用我们生活当中 最近的一个词 生活当中最常说的一个词 叫做嘉年华狂欢节 car这个词根 是早前讲过的一个老词根了 表示的意思叫做肉的意思 flash 大家还记得吗 表示跟肉有一些关系 跟肉有关系 所以你想想 吃肉的节日 后面这个vow 它影射了festival这个词 吃肉的节日 所以叫做狂欢节 嘉年华 carnival 读一读 第二个单词 咱们来看一下 叫做jamboree 第三个 orgy 最后一个叫做spray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词 都是跟狂欢有一些关系 狂欢有一些关系 第二个单词 这个叫做喧闹的集会 一种大集会 喧闹的集会 吵吵嚷嚷 喧闹的集会 这为什么叫做喧闹集会呢 读一读 叫做jamboree 这通过一个拆分联想 就记一下 你看看 其实三个字母大家应该学过 是不是叫阻塞呀 交通阻塞 traffic jam 第二部分是哪个词呢 就是boar boar他们都学过 叫做无聊 就是无聊的人挤在一起 就是狂欢宣闹的集会 大家都没什么事干 全聚集到一块来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你看是这种感觉 叫做jamboree jamboree 读一读 无聊的人挤挤挤 挤到一起 下一个单词叫做orgy orgy这个词也表示 叫做什么呢 叫做纵情 纵情放纵的意思 纵情狂欢 叫做orgy 它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orgy 它这个词是跟哪个词同源呢 它跟他是同源的 叫谁呢 跟urge这个词 urge咱们在以前应该学过 是不是叫做催促这个词 不断催促你的一种欲望 特别想让你去做的一个事情 O和U发生通假 咱们在当时学过紧急的 怎么说急迫的urgent 这都应该见过 因为这本身 就新年第一里面就已经有了 而是要催促 o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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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促大家的一种欲望 记住我的解释 催促你去做 特别迫不及待 想去做的一个事情 这个叫做纵情狂欢 纵隐狂欢都可以 叫做orgy 在新年第四册当中呢 它有这样的一个表达 它翻成叫做无节制的一个行为 无节制的行为 比如说我们说 叫做无节制的仇恨 新年第四册当中这么说 叫做orgies of hatred 你可以把它写在旁边 说体育比赛会导致 国与国之间这种疯狂的仇恨 因为有体育比赛之间 就导致了 在赛场的一些冲突 最后站在两个赛场 两队之后的国家之间 就会发生一个剧烈的冲突 在那奥运会当年 也是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叫做orgies of hatred 了解一下这个词组 还是很不错的一个词组 像女同学一生气的时候 你会叫什么叫做orgies of shopping 叫什么意思 叫做疯狂的购物 疯狂的一个行为 好看最后一个词叫做spray spray这个单词也是一个名词 这几个都是名词 全都是名词 spray同样也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狂欢 叫做狂欢的意思 写在旁边 spray 这个词我建议大家可以通过 一个行进词续机 你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spirit 或通过spray去记 传播这个词 或者通过精神这个词写在旁边 想一想 放松精神 大家在一起 作为一个行进的关系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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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前半部分 作为一个行进的一个关系 这样去记一下 好那么这个表示狂欢喧闹 一共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吃肉的节日 狂欢节 嘉年华 无聊的人挤在一起 叫做喧闹的狂欢 喧闹的机会都行 喧闹的机会 下一个催促你特别想做的 叫做纵情狂欢 特别放纵自己 放纵 下一个单词叫做spray 也是一层含义 好了 那么书上这个词 大家知道 非常好记得一个词 通过星期六去记就完了 好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scrupulous 读读这个单词 叫scrupulous scrupulous叫什么 叫做小心谨慎的意思 叫做小心谨慎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 我们在之前讲过一个词 离咱们讲最近的 咱们之前讲的 讲什么 就是叫扎针 小心谨慎 叫punctelius 大家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punctur那个词 跟punctelius 第二个单词 遇到邪教小心谨慎 叫做meticulous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吧 对不对 叫做meticulous scrupulous也表示 这样的一层含义 也表示这样的 叫小心谨慎 意思不苟的 好那下面还有第二个意思 叫做正直诚实的 这个词是一个重点词 它的名词形式是谁呢 它的名词形式是这个词 叫做scrupulous 写在上面 scrupulous这个单词 是一个名词 也是动词 表示的意思叫做 这个这个这个谨慎 或者叫做顾虑 顾虑顾忌的意思 顾虑顾忌 顾忌的意思 我们生活当中 这样的一个表达 如果说这个人 肆无忌惮做某事 你可以叫做 without scruple 就是完全不考虑 后果不顾忌的去做 to do something without scruple 可以写在旁边 叫肆无忌惮做某事 书上这个词 只不过就是来自 它的一个形容词形式而已 你看一看 就是来自 它的形容词形式而已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词 它是跟哪个词 是同源 我说一下 它首先出现了一个谁呢 出现了一个scr scr这个字母组合 早前我已经给大家 已经提过了 咱们在给大家 总结字母组合的时候 我说过 scr和cr开头 这个字母组合 通常都是跟什么有关呢 它通常是来自于哪的动作 来自于手上的动作 手上动作 我说我当时给大家 举了个例子 不要硬背 比如说你看词跟血 这个词根是比较scrab 对不对 scrab 跟血有一些关系 cr开头的词 你看还有哪个词 比如说螃蟹 叫crab crab 螃蟹的特点就是手多 还有哪个词 咱们是抓伤挠伤 怎么说 你看被抓过的东西 叫scratch 都是来自于他 那下面咱们来看看 有这样的一些词 第一个词叫做screw 第二个词叫做scrutinize 第一个叫screw 第二个叫scrutinize 第三个词继续 screw screw 下一个词 叫做scramble 叫scramble 叫做scramble 下一个 crofty creep cryptic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词 cr和scr开头的词 咱们给大家做一个小节 你看一下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screw 第二个词叫做scrutinize 第三个单词叫做screw 第四个 第四个叫做scramble 下一个词叫做crofty 下一个词叫做creep 最后一个叫做cryptic 好我们从第一个词开始看一下 那么注意一下 像这个单词和这个单词 都是从它派上出来的 我们先来看下这个screw这个词 screw这个单词表什么意思呢 首先注意它来自于手上的一个动作 它表什么呢 手上动作它表什么意思叫做拧 screw something open 注意这个单语 比如说你看有的时候女生 故意跟一个男生搭讪 他说帅哥帮我摆一下 这个瓶盖拧开 这个叫做screw the cap open screw something open 叫拧 所以拧一定是用手拧 他不能把袜子脱了 用脚拧 那是残疾人了 用手拧拧开 名词来讲它表什么意思呢 名词表示的意思叫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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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丝 螺丝的意思 不是屌丝注意 是螺丝 你看一看 是吧 螺丝拧的这个螺丝 这个叫做screw 但它其实名词来讲 我们在这个语当中 还可以用它来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吝啬鬼 它还有这样的一层含义 叫吝啬鬼 你看吝啬鬼什么特点 是不是做事情 做什么事都特别小心谨慎 特别对于钱上的事情 很小心谨慎 不愿意花一分钱 所以一个人很吝啬的人 他特别精打细算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人 名词就表示的意思叫做 吝啬鬼 吝啬鬼 有这样的 咱们电影当中也能听到这个单词 就是混蛋 就这样的一个词 都可以用它来翻 下面这个单词呢 叫做scrutinize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你看它的前半部分 跟scruple是一样的 它上面这个词 为什么叫做小心谨慎的名词 这个词也是一个小心谨慎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你看看它什么意思 前面这个词呢 就把它想到拧 screw落下来嘛 screw screw 一样的就原因变了一下 听叫什么 告诉我 小罐 什么一听一罐 拧开小罐 把每一个拼拼罐罐都打开 你看我们上飞机的时候 IZ一直动词后坠了 你安检的时候 如果你带了一些化妆品很多 这个安检人员可能要求你 要么就是拖运 要么就是拧开试擦一下 如果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喝水的时候 你带了一瓶水上飞机 那肯定不让你带上去 要么全喝掉 要么全倒掉 所以要知道 拧开每一个小瓶瓶罐罐 这个安检人员在这干嘛 是不是叫做仔细检查 叫做examine thoroughly 叫做examine thoroughly 大家看一下 叫拧开小罐 仔细检查 咱们去奥运奥运会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入场之前 在北京当年奥运会的时候 志愿者要求这个 来到这个鸟巢的人 所有的人 也是这个化妆品容量 超过多少毫升的 都要拧开 试擦一下 防止有液态炸弹 所以把它拆开去记一记 拧开小罐 仔细检查 scrutinize 所以前面不跟他一样 scrutinize 也是拧开每个东西 想想一个人很吝啬的人 做什么事都非常小心谨慎 但这个词变化了 还有一个正向的意思 叫做正直诚实 一个是小心谨慎 一个是正直诚实 要放到一块 所以把他们三个放到一块 都形容一个人很小心的感觉 你吝啬鬼这是很小心的 这是也小心的检查 仔细的检查 上面这也就是仔细的 小心谨慎 还有表示的意思叫正直 好看下面这个词 这个词也是一样 一个老词了 如果你关注到北京 08年奥运会的话 这个词08年就应该认识了 你看用手干嘛呢 row叫滚 用手给它卷起来 叫做卷轴 就奥运会开幕式中间那张纸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screw 叫做screw 叫做卷轴 叫做卷轴的意思 好那么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叫scramble 大家先读一下scramble scramble这个单词呢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攀爬 爬 为什么叫做攀爬呢 你看SCR 爬肯定是用什么一个动作 用手 如果不用手的话 干用脚的话呢 就是正常的走了 行走了 amble作为一次 跟这个单词来讲 amble本身就表示 漫步徘徊的意思 就是跟走有一些关系 amble本身作为动词 如果单单来讲 这本身是个单词 它就表示 叫做漫步徘徊的意思 大家可以想象通过谁去记 为什么跟走有关 撕出来会游走的感觉 你可以想想救护车 ambulance 对不对 跟它这都是同源的 好了 这不说了 用手走 叫做攀爬的意思 但scramble还有第二个意思 还可以表什么 就是炒蛋 炒鸡蛋的意思 我们说scramble eggs 这个说法 你要能知道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但它并不是一个考试的说法了 考试当中没有考过 它只是 我们在这个口语当中 你要能知道 这个炒鸡蛋 叫scramble eggs 知道一下怎么表达就行了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crafty crafty这个单词呢 前半部分你看 叫来自craft craft叫什么意思呢 叫做手工业 还是跟手有一些关系 craft当然还表示船了 又有这个意思 船 ship 但它第二个意思 还可以表什么 就是手工业的意思 手工业叫craft 像我们说craftsman 叫做手工业者 工匠 手艺人 叫craftsman 你看来到老北京 什么面而章 堂而礼 乱七八糟的 这个叫做craft 但下来个歪之后 整个这个意思 全被颠覆了 全变了 跟这个 手工业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它来自于 手工业的一个派程 你跟咱们说 从事手工业的人 他想到这个手法 非常怎么 是很细腻的感觉 很精细的感觉 没有人说 这个从事手工业的人 做一个什么 纯手工制的东西 很粗糙 那这东西肯定不吸引人了 就开很细致的感觉 但这个词呢 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由这个很细致 手工业很细致的意思 变成了一个负像的意思了 表示一个人叫什么呢 叫做狡猾的 一个人很精灵 很狡诈 他很注重细致的东西 所以这个要知道 手工业加了个Y 变成了一个负像词 我们在很早以前 A字母的时候 给大家讲了一个狡猾的词 叫什么呢 叫做artful 叫做artful 很细致的人变成狡猾了 这变成了一个负像词了 这个词才知道 是一个考试词汇 叫狡猾的 好 下面这个单词叫crip crip这个词呢 其实它不作为重点 我重点讲的是它cryptic 因为cryptic是由cryp 变出来的 所以先讲它 crip表什么叫做 捏手捏脚的走 这样一个动作 悄悄的前行 你看一点一点的 半夜的时候 比如说两点多 你要出去去夜店 你刚走到你们家 这个客厅的时候 你发现你爸起来上厕所 捏手捏脚 悄悄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恐怕他发现的感觉 叫做crip 那么派生出下一个单词 这是动词crip 捏手捏脚的行走 下面这个cryptic这个单词 才是来它的前半部分 意义变成了Y 发现了没 对不对 刚才说了捏手捏脚 是一个悄悄的一个行为 所以这个词 就是一种很悄悄的一个行为 它叫什么呢 叫做神秘的 这个词也是一个难词 在这个加以和ICT当中也都有 大家可以把它提前背一下 稍微难一点 这个难词 叫做cryptic 叫做捏手捏脚的 悄悄的捏手捏脚 sorry 上面是捏手捏脚 下面这个词叫做神秘的 神秘的 玄妙的 好 那么这些词到这里 就一共全结束了 咱们从手的特点 先去记第一个词 叫做拧 拧螺丝的拧 拧螺丝的拧 你看一看 第二个表什么呢 形容人叫做蕴色鬼 那么下面 拧开小罐 每一个瓶瓶罐罐 我说安检的是 拧开每一个罐子 要仔细检查 上面的词也是一样 仔细检查上面的词 小心谨慎 scrutinize 这也是screw开头 scrupulous screw用手滚起来 叫做卷轴 用手走 叫攀爬 下面 手工业者 狡猾 很精细的感觉 隐身是负相的意思 叫狡猾 下个crip 捏手捏脚 下面悄悄的一个行为 叫做什么呢 叫做深奥的 玄妙的 好 那么这些词到这里 就结束了 不讲了 好 让我们看下一个词 刚刚讲过 就是卷轴这个词 刚才已经说过了 给大家 row不要忘了 row还可以表什么 叫做名册呀 花名册嘛 这个意思不要忘了 我们在这个游乐场当中 大家做的一个什么 叫做roller coaster 叫做roller coaster 就是我们说连滚在滑 coast海岸线这个词 作为动作比较滑嘛 叫做过山车 对不对 过山车 大家看有没有错过 好 看下一个单词继续 叫做seedate 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seedate seedate这个单词 叫什么呢 叫做安静的稳重的 大家看下这个词 叫做安静的稳重的 它为什么叫做安静稳重 其实这个词也是并不难记 它是来自它的前半部分 从这儿花开 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seed来自于谁 这个词根也是很早以前 就给大家讲过 表示坐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咱们说 这孩子特别安静稳单的 你看生活当中 你会发现 比如说一小孩子 就坐在某个角落 你看你是不是特别 内向很腼腆的这样一个人 很安静的一个人 就是坐在那里 移动不动 叫做seedate 注意它注意在第二眼界 看下边还有哪两个词 说一说 第二个词就是什么呢 叫做seditive 下一个叫做sediment 还有一个叫做residue 把这几个词 我们来看一下 再做一个小补充 看一下 第一个词叫做seditive 形容词也是名词 第二个叫sediment 名词 第三个叫做residue residue 还有一个漏掉 一个叫做session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叫seditive seditive这个单词 跟sedate这俩是一家的 你看前面是一样的 这是安静稳重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镇定的 它比较这个意思 叫做镇定的 叫做seditive 叫做镇定的 第二个单词 名词就比较镇定计 镇定的 或者叫镇定计 下一个单词叫sediment sediment的MNT 没有任何意义 就名词后缀了 sed是做 你看坐下来 坐在最下面的 这个叫做 叫什么叫沉淀物 叫做沉淀 沉淀物叫做sediment 叫做沉淀物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residue 叫做residue residue这个单词 比较什么意思呢 你看看 SID还是跟做有关 这个E变成了I了 它也是 跟这个沉淀物有关 它叫什么呢 叫做反应之后的残余物 RE其实表示 是一个加强了 再一次做下来的东西 你看咱们做完实验之后 沉在下面的东西 这个叫做残余物 坐在下面的叫做残余物 叫residue 咱们当年做那个 高蒙酸甲质养 那个实验的时候 你做完之后 事关里剩的叫残余物 叫residue 这个了解 学物理化学的同学背一背 然后要这样子 也是没什么太多考点 就稍微难一点 咱们再给大家说一说 叫做镇定安静 坐在那 这安静的 下面这是镇定剂 镇定的 坐在下面的名词 这一边什么呢 叫做沉淀物 这是叫做残余物 最后一个词 这个变化非常大 不是特别好看了 d变成s 但是还是正常变化std 这是一样的 所以坐下来 这样的一个行为动作 这个叫什么叫开会 叫做法庭的开庭 或者叫做会议的意思 名词 开庭 法庭的开庭 或者表示的意思叫做会议 像咱们说 在中国每年召开两会 大会 所有集体人民 一起坐下来开会 你不能开会站着开 那是村委会在广场里开 那都站着 正常我们说坐下来 这种大会正式的会议 或者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开庭 法庭的开庭 叫做session 叫做session 好了 那么这个词跟下面一共 就是这样几个单词